Milk Chiu 飲用纯水的造型性 大家好 在这个节目中 Michael Chiu教我们 饮用纯水的造型性 但我知道他还有很多好的介绍 今天他邀请了两位嘉宾来 一位是認可的窩爐工程師Peter 另一位是芽菜豆品公司的負責人Samuel 歡迎兩位 你好 Michael 今天為何請兩位上來 以前那麼多集都說家庭的水質處理器 今天我們說說工業處理方面 一個是關於窩爐 窩爐是關於暖氣系統方面 另一個是食品方面 Peter 想問問你 剛才Michael說在暖氣方面 都要用純水機嗎 是的 我們公司有幾台很大的蒸氣窩爐 要用軟水 為何用軟水呢 就是避免水垢 就等於多仁多家庭的熱水煲一樣 如果不用軟水的話 你會見到一層水垢 一層石灰的東西在 以前我們未用軟水之前 在煲旁邊有些白色黏著的 是嗎Michael 是 那些我們叫做 Kalcium Carbonate 或者Malicium Carbonate 就是碳酸鈣 或者碳酸味 那你會想想 即使家裡這麼少 三公升的熱水煲 都有這麼多水垢 如果我們的爐 每天用過萬公升的水 你想像如果我們不用軟水的話 想像一下有多少水垢裡面 水垢是不全熱的 所以會很容易弄壞鍋爐 如果我們不用軟水的話 那你的學校裡面用軟水器 除了是水方面 都是在暖氣 暖氣方面 所以冬天通常是開的 或者放濕氣裡面也有的 是嗎 噴濕機我們都是用蒸氣的 等於家裡也是這裡 如果你們每年冬天之前 你們很多人都可以換黃色的屁股 就是水垢 如果你用軟水 這個問題就不是問題 以前Peter就用這個大型的古董 這個叫做軟水機 洗機的控制器 這是古董來的 這是古董來的 以前是用這個 這個五、六十年 比我的這個機大 這個就是現在用商業用的軟水機 我們叫做 裝那個濾材的Tank Peter在用的那隻 就給這個大一倍 還有是兩座的 我們叫做Always Soft 就是永遠 24小時都是處理軟水的 即是不可能會再有硬水出現 不可能會有硬水 因為不可以有硬水出現 如果有硬水 以前這個時候 由於它手動 沒有什麼信心 我們每一早一回去 就是檢測硬度 如果現在看到硬度 我們立即要停 可以停爐 立即停爐 如果不停 就把水全部放出去 換 盡快換清 換一些軟水進去 那就很浪費時間 又很浪費水 沒有辦法 這些是幾十年的古董 沒有辦法的 現在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現在用了新的 全自動 我們基本上都不用管它 就是很有信心 基本上我們 當然初一個月 我們壓到尺 很頻密 對它有信心 現在都不用管它 剛剛問問Samuel 我們都已經可以想像到 你豆芽和豆腐都需要水 你換了軟水爐之後 你覺得分別在哪裡 那些產品的質量就好了 你覺得豆腐都會滑一些 然後芽菜的生長速度又好一些 還有很少會有…會懷 不會… 生長得會健康很多 它的豆漿也挺好喝的 就是會好喝很多了 對 還有現在很多東西都是要預防 因為你來水的 你沒有人知道它會有什麼問題 至少我將它所有東西隔走了 水是一定好的 安心很多 對 如果我是健康產品 那些人吃下去會安心的 那我也好 對 其實最重要的是 它的細菌完全隔絕了 對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在食品公司來講 是很負責任的供應商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豆腐 譬如芽菜 譬如豆漿 如果裡面有 chemical 或者有些有問題的原素在裡面 我覺得應該要處理得好一點 令到消費者有信心 令到消費者不會因為 喝到你的豆漿 吃到豆腐 或者發生病 就不好了 或者有些特別不知名的病症出來 對 所以你說有時候我們在家 吃東西很穩陣 很健康 但你到外面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們給你什麼水利 或者裡面有什麼雜質在 如果是有些商戶 是用了軟水機 或者隔了那些東西 就安心很多 Sam其實其實以前就是 用開家用式的 後來用開很好 將這方面的水質處理 apply在一間公司那裡 你發現有什麼好處才會這樣做 因為我一開始 剛剛認識了Michael 他介紹我用了水質處理 在家裡 以前我不相信 有些人說 喝瓶水跟它很大分別 我就不覺得一樣 用了之後 真的不同 水是好很多 我沒有付錢去的 然後我覺得很好 我就拿回去我公司 我跟同事大家用的水 都改用了水質處理 在想一下 將產品提高一點 所以就全部換了 我想你公司的員工 全部都小病很多 請少了病假 因為你有這麼漂亮的水 是啊 好啊 他們的製作會好很多 其實我也有得益 其實大家都有得益 其實一個事情 Samuel也很好 為什麼呢 他其實每一天 大家用三萬加侖水 很厲害 因為我們平時 我們家裡 都用三百至四百加侖水 現在他都在想 將芽菜 用完的水 再重新處理 再用在芽菜方面 可以這樣嗎 重新處理 那豈不是節省很多水 多虧Michael 是Michael Michael介紹我 如何處理水 我都好 節省一些水 又環保 我自己也節省一些錢 還有可以節省一些油 因為我們要用鍋爐來煮水 用暖水 Peter呢 你可不可以循環 我們那些不行 我這本身是封閉式系統 只有一部分是損耗 等於你見到那些屋 很多蒸汽出來 就是放出那些 其實就是 release pressure 是的 主要就是release pressure 還有放走那些 oxygen 那些氧氣 我聽說 Peter以前都曾經 處理過一些 在酒店式方面的鍋爐 是的 那時候我上一份工 在太平洋 其中一個小島 那些島的地質 就是石灰岩 那個硬度很厲害很厲害 我們公司 就裝了一部很大的軟水機 就供應客房 四百多間客房 所以我們那些客人 主要就是香港和中國的客人 如果我們給一些硬水用 他們立即會知道 事關於那些 你洗澡就知道了 喝出來和洗澡都會感覺到 那些人 如果我們不用這些軟水 我們會很大問題 那他們會投訴會不會呢 一定會 一定會 所以你洗澡都不一樣 洗澡那些泡都沒有泡 如果你用這麼硬的水來洗澡 沒有泡 我補充說Peter 其實香港和亞洲地區 大部分 我們都用Surface Water 大部分都是軟水來的 所以和我們安大樂湖 安省這邊的水質是兩回事 所以亞洲人來到加拿大 尤其是來到安省 或者他們遇到硬水問題 立即發覺到 對 最容易發覺是身體會癢 頭髮乾 或是脫髮 對 所以我們會投資很多錢 其實那個很大 那間有100平方尺的面積 你說說投資 譬如現在很多人都會這樣 我們好好的用水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去搞那麼多東西 又換爐 或者加軟水機 其實是長遠計 是數在那裡 是嗎 一來是 我覺得是優質生活 還有我們 最主要是優質生活 和生活無污染 這個概念 在加拿大其實是Pride 很好 因為為什麼我們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很多時候都是香港來的 放棄那麼多東西 而來到加拿大 為什麼都要用一些有問題的水 聞一些有問題的空氣 所以其實這方面的事情 遲些一定是必需品 這兩樣東西 你所提到的 就是兩位 Peter和Samuel都體會到了 親身體力 對 跟以前是很大分別的 是嗎 就是水質方面 所以在鍋爐裡面 我們絕對不可以用有少少硬度的水 絕對是一定百分之百是軟水的 如果有我們 譬如我們以前 經常常 一間公司 一間公司 浪費過萬元的架子來洗個爐 它可以省下四分之一的水的費用 我想是 包括鹽 現在用了新的科技 你是不是鹽可以免得欠 不是 不是 由於它以前的人儲得不好 那些管已經很髒了 其實我覺得錢是另一回事 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 以及像Samuel所說 就是杜絕的細菌 是 這件事最重要 如果提高品質 那些是很少價錢 是 麥哥 別說錯了 剛才我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 你一定有好介紹 除了是家居用的食水 我們要清潔之外 到外面我們喝的水 自己都要安心 所以我們的選擇是很重要的 是 謝謝兩位 謝謝 很多人以為 只是家裡才需要用淨水 其實商業和工業 對於用水的要求 反而是更加嚴格的 因為他們的用水量大 假如水質出現問題 生產過程所使用的機器 以及最後完成的製品 都有可能出現 器材失靈 產品作廢這麼嚴重的損失 那家裡用的機器 可不可以給商業用呢 答案當然是No 就以軟水機為例 家用的一般是 32000至48000個Grain 水流量每分鐘 只是8至12個Gallon 平均一個月才用一包鹽 而商業工業用的機器 由96000可以去到50萬個Grain 每分鐘的水流量 達到40至80個Gallon 一間餐廳為例 一天就可以用一包鹽 有些生意好的 可以用十包 好聽的 在內容 無限一次 含有一次 redefine 免費 比較奇 出稿 擴免 頭 水荷 水荷 用水荷